发生在2.5亿年前的二迭纪大灭绝事件 顷刻间 约有90%的海洋生物物种 以及75%的陆地生物 在地球上彻底销声匿迹 令绝大多数生物面临大灭绝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气候发生了突变 以及沙漠的范围普遍扩张 再加上火山爆发等现象 造成了一系列影响所致 科学家们曾在二迭纪末期的岩石样本中发现 该时期部分区域的气候产生了明显变化 使得地球两极出现了巨大的大陆冰川 从而导致全球气候变冷 大多数生物因为无法适应气候变化 从而面临灭顶之灾 二迭纪时期的盘古大陆属性 导致海面上的雨水以及雾气 无法进入大陆内部 使得部分地区气候干燥 造成了土地荒漠化等严重现象 令多数动植物走向灭绝 火山剧烈爆发后 将喷出的大量火山气体 火山熔岩以及岩石碎块等物质 扩散至大气层后 令多数动物窒息而死 甚至覆盖住了大量的太阳光 导致全球气温下降 科学家曾在西伯利亚地带探索到 该时期火山爆发时产生的样本 除此之外 二迭纪时期严重的道路飘移 与海平面下降等现象 也是令众多生物走向灭绝的原因之一 我们都知道 二迭纪时期的大陆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这块巨大的路块属于联合古路 由于剧烈的地壳运动 使得海岸线以及大陆架 呈直线趋势减少 使地球的生态系统受到了严重的迫害 不少古生物也因此失去了 适宜的生存空间 当海水覆盖的大陆面积不断裸露 更严峻的现象也会相继出现 此时 海底有机质将会产生氧化反应 也就意味着 广阔的海床酶层区 在此过程中 会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 大气层中的含氧量 也会因此相应减少 这些现象 都会对陆地生物的生存环境 产生一定影响 绝大多数单工类爬行动物的死亡原因 是此时的大气层成分发生了巨变 因为它们与其他生物相比 所需的氧气供应量更高 随后 伴随着温度不断增高 以及海平面上升等现象 使得一大批陆地生物 濒临灭顶之灾 也令海洋面临缺氧 从而产生了大量的死亡地带 科学家指出 地层中沉积了大量的富有机制液炎 就是这场灾难最有力的证据 史无前例的二迪计时期 生物大灭绝事件的意义 极其深远 这是因为当大多数的生物 面临灭绝危机后 地球物种也迎来了质变 地球的历史 从古生代进阶至中生代 通过这次改版 使爬行动物们 在三迪计时期 成为了地球的统治者 恐龙等哺乳动物相继出现后 地球也逐渐从 生物大灭绝的阴影中脱离出来 随着生物们不断地进化 也为人类的起源奠定了基础 部分科学家认为 陨石等撞击事件 很可能就是地球二迪计末期 令生物面临大灭绝的罪魁祸少 这颗陨石在撞击时 能够产生毁灭性极强的冲击波 从而导致了强烈的气候变化 以及大批生物死亡等现象 目前 人类仅收集到部分相关证据 即使如此 一部分科学家还是认为 这场灾难 是由地球的自然现象所知 辨工尤冷卢 dun高安 酷 神奋 碎 耗 因此 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